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还是保持了大约0.9%的上涨 甚至方面大约涨幅为0.7% 那么在欧美方面除了英国有轻微下跌以外 德国和法国上涨幅度又为0.9%至1.3% 美国三大指数在昨天晚上继续受到贸易战正面消息影响 使得道琼斯 纳斯达克以及标普大盘指数分别上涨 最多的有1.6% 最少的0.9%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由于股市的上涨而下跌大约15美元 目前报价1528美元 比特币价格目前稳定在10500美元左右 石油价格上升1美元 报价为56美元一桶 那么在今天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呢 就是有关我们知道 在过去一个月 特别是8月份股市连续下跌 当时这个投资者 包括我们自己的一种心态和心理的进程 其实我们知道呢 我们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呢 一直是看好澳大利亚的股市 其背后的最终原因 其实是根据呢 这个现在澳洲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 澳洲的央行和澳洲政府 将会实施不同的方式和措施来刺激经济 那么我们看到呢 现在澳洲的三大指标 就是经济增长 第二呢是失业率 第三是消费 也就是通货膨胀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消费疲软 那么要如何提高消费呢 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以外 另外两种方式呢 就是提高让大家感觉 这个第一是手里有钱 或者是让大家感觉手里有钱 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提高股市 或者提高房地产 恢复房地产的信心 让大家能够恢复消费的信心 因此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呢 我觉得澳洲的央行和政府 将会在未来六到十二个月之内 大力的推进股市和房地产恢复 所以呢 这也是我们看好澳洲股市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澳洲将会出台的政策 包括已经出台政策 包括了降息减税 以及呢潜在的财政刺激 那么另一种方式的话呢 我们也说到呢 就是在八月份连续的下跌 特别是由于这个我们说到的中美问题 一直谈不好 包括呢 亚洲方面有其他的这个负面的消息 情绪影响 使得股市在整一个八月呢 表现都不好 当时我们的心态呢 也是非常的郁闷 这个是在想 是不是我们的判断错了 难道这个贸易战的影响 真的会改变整一个大盘 其实呢 现在说一些可能是马后炮的话 那从现在角度来看的话呢 我们知道呢 这些消息影响 或者说负面情绪的话呢 是会影响一些 或者说一段时间 但是从最终的结果来看 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央行 他下定决心以后 想要正面推动股市 那么这个力量将会是长期 并且是持续的 其实另一边 我们也其实也可以考虑 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 我们知道呢 现在美国是不希望 自己的经济增长放慢 中国呢 是急于希望能走出 现在的L型的底部 所以两国都是知道 现在经济情况呢 并不是这么好过 那么其实我们之前压注 是压在哪呢 也是压在中美两国 不会完全撕破脸皮 全面贸易战争 因为这会对于双方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可能现在的这个扯皮也好 相互指责也好 是一种谈判的技巧 展示自己的强硬 但是最终我们希望呢 或者说我们预计还是会能够达成部分的协议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达不成协议 这个对于两边来说都是一个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方法 也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 第一 再总结一下 就是澳洲的央行和政府希望股市涨 第二中美我们觉得它最终是不会撕破脸皮 在这两点的帮助之下 使得我们能够坚信自己的判断 就是大盘可能会短期受到负面情绪影响 但是中长期还是会保持上涨 那么同样的原理可以用在澳元上 像我们看到澳元在过去两天随着股市的上涨 澳元也涨了大约是150点之多 很多朋友们问我澳元是不是会继续涨 我个人觉得不会 或者说长期上涨不会 其背后的原因也是来自于澳洲目前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 是以降息和财政支出加大 包括这个我们说的降税等等这些举措为导向 这些举措都是对于货币一个打压作用 在它降息没有结束之前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就是澳元的上涨不会真正开始 好再来说第二个话题就是有关中国A股和澳洲股市 我们知道中国A股里面最贵的股票就是茅台 茅台曾经现在接近于一股达到1000人民币 这是非常夸张的 那么100股的话就是10万人民币 那么相比于最贵的股票在澳大利亚的政权市场里面是CSL 也是我们所说的做感冒 以及一些关键的疾病疫苗的医疗股 这样一来其实比较就很明显了 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 最贵的股票是卖酒的 而且咱们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这个中国目前所有的白酒 我们说的是包括了茅台五粮液所有的白酒都是勾兑的 都是勾兑的 无非就是它是用粮食勾兑 还是用化学品勾兑 前两年有一个著名的案件 就是中国的一个律师起诉茅台酒业 他买了一箱30年成的茅台 结果回家检验发现之后 这个酒根本就不是30年 是最近研制出来 之后他起诉茅台虚假宣传 结果是败诉 因为茅台说 我这个30年里面的确用到了一小部分30年的原浆 但是大部分是新鲜的 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就不是30年 这个判决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无语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想表达的就是 A股这么多的股票 最贵的股票是一个卖白酒的 你说这是不是非常的让人惊讶 如果是我们说的中国的电动 这个动车也行啊 中石油也行啊 或者说其他的 比如说是高科技股 我们也心服口服 一个卖白酒的 没有核心竞争力 它到1000人民币一股 这个是不是让人觉得很心窝 那么相比而下的话呢 澳洲排名前五的公司 排名第一的是CSL 血液制品 就是治疗白血病啊 治疗血癌啊 或者说平时的感冒疫苗啊 包括女生 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年轻女生 选用的HPV啊 这个这个 宫颈癌防疫疫苗等等 是高科技医疗股 排名第二的叫COH 人工耳窝治疗生产企业 就是给予很多这个 这个耳朵听不见的患者呢 带来了很好的福音 包括第三啊 是Riotinto 是澳大利亚的权重的矿业板块 这些呢 都是拿得出手 代表各个行业核心竞争力的 所以相比之下 我们可以不难看出 A股呢 很多时候的 它的大部分投资者 心态普遍是比较浮躁了 只要能赚钱 我不管它这个公司 到底是不是 核心是不是一个好公司 相比之下 我们想表达的观点就是呢 对于散户和投资者来说 那么澳大利亚的股市相比而言 可能更加单纯 但是它更加这个简单 更加呢 能够保护散户的利益 简单来说就是 这个公司只要好 只要能赚钱 它的股价就会上涨 就这么简单 不需要很多的做桩 不需要很多的套路 这一些就恰恰是我们散户 我们小白所缺少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们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另外 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悉尼 9月7日的线下活动 或者参加9月22日 我们在墨尔本北区 Preston举办的线下活动 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 在线报名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